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个就是牧羊爱羊群在教会里面我爸爸给我的那个DNA就是很牧师很以羊群为重很在意他们的感受所以我们居然会我们会在门口会有聊天握手希望握到每个手离开有人祷告我们就在那边祷告 当然有的时候很忙啊同工都希望我不要处理这些事情但是我就是希望可以跟丢你们在一起所以我觉得牧羊是我们的文化爱的文化那我爸爸从一开始就是去俄罗斯宣教所以我觉得宣教跟传福音是我们的文化 那保罗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做对什么样的人我们就像什么样的人就是要救一些人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DNA 让你变成美食家 或者是或者现在在网路啦应该说网路啦 网路YouTube本 因为现在大家在网路上我觉得万民都在网路里面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用一些诸般的方式去得招人用他们的语言嘛 对不对喔有的时候人家说我说你讲话怎么这样子清清福福那就是他们的语言嘛 用宗教教堂里面的方式去接触那一定会死掉的 所以我就是希望我们不管怎么样就救些人那我觉得传福音是我们的文化 再来还有就是我希望大家来到复兴堂要有一个喜乐的文化 因为对我来讲外面的世界已经够苦了 诗篇说我们想到要往耶和华的殿去我的心就欢喜嘛 所以我一直想要让教会能够充满很多的喜乐 我们的神也叫做喜乐的神嘛 走到神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在年轻人当中他们格外的喜欢这样子 就是好像来到教会不会让他们觉得很沉重 好像又要去补习班那种感觉 他们要感觉去到让他们很喜乐的地方 如果以GOO TV来讲我已经拍了一年半了 每周周更超过八九十几快一百几 我们不知道怎么经营不知道怎么互动 不知道他们要什么 我们就YouTube只是变成我们一个资料库放东西而已 但是这两年我们才慢慢的好像知道说 其实上面有许多的人我们是可以互动的 我记得我刚开始就是出去我那个教会旁边散步 跟同学去散步我就开着 开着我们就拿我们今天散步 就很啪啦也几百个上来啊对不对 散步到底有什么好听的 其实对大家的想法 我刚开始的事情 这到底有什么好 那我就发现 有很多YouTube他就在那边吃饭 也几万人在看他吃饭 就是我觉得慢慢就发现 哦原来人喜欢真实 对不对齁 人喜欢你生活 因为你太迷样你就素质高歌嘛 在子军牧师的身上我们看到很多人眼中的网红牧师 其实他开始接触多媒体 只是为了想要更贴近他所牧养的弟兄姐妹 从来不是为了追求潮流 而是与人同在 因为上帝是爱 我现在我希望送给你四个R 而且四个R我希望是帮助你们 我们怎么可以跟跨代沟通的方法 第一个R是Velational Velational就是我们要跟他紧密的沟通联系 因为他们需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切很真实的沟通 还有第二就是Velephants 我们怎么可以帮助他们创造一些相关贴地的 我们的内容还有题材 我们讲的时候不要太空泛 我们要比较有思维有框架 但是也有很实体的应用的方法 第三个R是Relax 我们需要找一次Relax的环境跟他们沟通 因为今天的年轻人 他们的确需要更大的环境来帮助他们沟通 但是第四个我认为是最重要是Real 今天的领导我们要做个真实的领导 才可以帮助他们认识一些榜样 如果你是真实的领导 给他一个Real Face Real的定义就是那个真实的定义就是可以是好 可以不好也可以强也可以弱 但是在充满一个真实感当中 我希望这个四个R帮帮助各位跟我们下一代好好的沟通 跨带绝对不难 只不过你愿意做就可以做得到